观光军官校一架AT3教练机 在上个月底实施也造成这个学官 徐大军少尉殉职 总统蔡英文今天上午是前往高雄 钢身经地听取这个专案进度简报 并且探视慰问徐大军少尉的家属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总统蔡英文的表情 相当的凝重 正在慰问殉职学官徐大军的家属 对于徐少尉不幸殉职是深感不舍 除了向家属表达关切之外 也希望家属们务必保重身体 而今天国防部长邱国正也陪同 了解实施调查的进度 总统蔡英文也只是国防部 要彻底的离清事故的原因